中全会11号闭幕 中共通过党史上第三次的历史决议 为习近平长期执政铺路 上次中共通过历史决议 分别是1945年毛泽东和1981年的邓小平 如今第三份决议 等于让习近平与毛邓并驾齐驱 并宣告习近平时代全面来临 回顾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先是打贪打虎拉下周永康薄熙来的人 2017年再把习思想写入党章 隔年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一步步朝习皇帝之路迈进 近期习近平权力越收越紧 习近平加强打造个人崇拜 像是这次公报有关自己的篇幅就占了三分之一 名字被提及的次数也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 相反的公报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 却提及了台湾议题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情境 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已经走向危险的强人统治时代 现在我们回到强人的政策 当然是要靠着一个人来做决策 但也要靠着他的健康 包含军事扩张也开始威胁到美国 不过下礼拜一拜登和习近平终于要展开视讯对话 会谈前白宫国安顾问苏令文强调 中美两国没有要进入新冷战 另外传出习近平可能会在视讯会议上 邀请拜登出席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奥 不过中国因为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权记录不良 这个邀约恐怕会令拜登很尴尬 可以确定的是两人过招前12号 晚间会出席IPEC的视讯会议 两人也会各自来发表演说 TV新闻综合报道 11月16号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公布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 全大陆联播 央视主播用了足足40分钟 一字不漏的念完多达36000字的 大陆共产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这份在刚落幕的六中全会上确定的历史决议全文 选在16号拜习视讯峰会结束后才公布 比起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两份决议 这习近平掌权下的历史决议 篇幅是史上最长 共分了七大部分 当中逐末最多的第四步 占了近两万字 全部都用来赞颂习近平 确定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黑心 前党的黑心地位 是实在互换 历史选择 民心所向 这是习近平建立个人崇拜的起点吗 因为全文中习近平的名字被提及了22次 超越毛泽东的18次 邓小平更是只有6次而已 习近平要让自己的历史评价超等感毛的态势已经很明显 这其中和台湾有关的部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强调两岸统一是历史任务 北京要全权主导统一时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1月的马锡会和两岸一家亲 这两大关键字也被写入决议当中 我们推动实现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 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 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大陆对台态度虽是一贯论调 但也代表着习近平迈向明年二十大之前 对台湾议题处理依旧强硬 除此之外 决议中也对过去的极起大事件重新定义 在邓小平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 习近平过去曾经公开定位 文革是酿成十年内乱的祸首 现在在决议中除了确立了这一点之外 其他用字还包含最严重挫折教训惨痛等等 毛泽东对当时阶级形势 党中央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 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更加养成十年内乱 而触碰中国经济话题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则不再被书写为反革命动乱 而是被淡化成一场在国际因素影响下的政治风波 香港局势也是在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下 一度出现反中乱港活动 但是现在已经游乱倒置 例行推动一国两制 在这时候定义过去 其实是为了未来铺路 尽管攸关习近平连任的二十大预定在明年下半年才会召开 但是在六中全会上这一幕全体举手通过的画面 恐怕也代表着清除一切障碍习政权走向不容挑战的强人时代 TVBS新闻总和播斗 其实这一场的拜习视讯会议正在进行 而且时间蛮冗长的 预计要举行三个小时 那么今天追踪第一线要带您关注到 就是TVBS北京特派记者陈云文的观察 观察到的就是因为这一次 习拜两个人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视讯双边会谈 幕僚也会参加 但是是不是大陆的官方媒体 似乎并没有大篇幅报道习拜的视讯会议 当地的气氛如何交给特派 陈云文 好在美中元首展开视讯会议之前 我们看到是在北京这里呢 陆媒的报道并不多 都是只有呢 就是报道大陆官方外交部所做出的正式回应 像是呢 在昨天这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对于这个美中元首要展开会晤 所表达的是说 美中元首呢将会就事关两国关系 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交换意见 并且呼吁美方一起共同来管控分歧 那也希望美中关系能够重回正确健康的轨道 通篇报道才200多个字篇幅幅并不大 我们看到是有网民说呢 大陆官方向来的风格就是至少是大 可见这篇文章呢 虽然这个内容不大 但是呢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也似乎是想要降低这个外界对于这场峰会有过度的期待 因为能否谈出过共识结果都还是未可知 那我们再看到是在日前呢 这个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所发出的社评指出呢 中美要管理竞争 共同意志台独是关键 提到说呢 台湾问题在美中之间的看法观点是差距甚大 那也预料呢 就会让台湾问题在美中元首的视讯分会上呢 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难点之一 而文章还提到是炮轰美国 透过这个印太战略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并且呢大打台湾牌 还有呢在日前提出的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 支持台湾入联 甚至是刻意的释放出一些美军在台的消息 不断的是挑动大陆的红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尽管呢大骂美方这么多的问题之后 在最后也是呼吁到 希望美方可以拿出诚意来参加这场视讯峰会 并且去掉对国内要交代的这个对中强硬摆在第一位的问题 应该要改变这后斗的对华政策 也是期盼就是美中关系呢 能够重回正轨 在美中元首会晤呢 能够弹出一个好结果 那也看得出来就是拜登跟习近平 在时隔多年后呢 再度的线上的视讯亲自的见面 那也是牵动全球的关系一大转折点 其实很多人也关注习近平的地位要巩固 关键就是已经顺利落幕的六中全会 非常关键的第三份决议当时没有公开 现在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很有可能在这个礼拜三就会公开 那么就要来请教韵文 韵文那边有掌握到哪些精确内容 这决定中共政权未来发展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上周落幕 并且呢发出了签字公报 但是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公布这会上所决议的 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我们看到的是根据港媒 新党日报指出比照在年初时的五中全会 所制定的这个第十四个五年的发展规划 当时呢在会议结束的第一时间 也同样没有公布全文 而是直到会议结束的五天后 才向外来公布这十四五规划的发展全文 所以港媒预料 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文件 应该会在本周就对外公布 而目前呢根据这个所已知的这个签字文公报内容来预估 这份历史上的第三份那个历史文件呢 会把习近平地位抬高到跟毛泽东比肩 甚至会超越邓小平 就是要确立巩固习思想习核心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是外媒认为 中国大陆可能会重返的是毛泽东时期的个人重办 并且呢像是日本产经指出 如果这个中国大陆呢习近平可能会打破中共的惯例 就是68岁退休的惯例 会进入到一个比较不寻常的长期执政的状态 那另外可以看到是有外媒访问专家认为 现在呢中国大陆的政治虽然说看起来是这样子 按照的习近平的这样的意志在走 但是政治常常会有很多的出乎意料 尤其在中共这边的精英政治都是不透明的 很多的实情内容是外界很难一亏一二了解清楚的 所以呢习近平能否在如期的在明年二十大 明年底呢来实现他的长期执政 外媒认为可能或许也还有变数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相较于在北京这里的官媒是大力吹捧习近平的攻击 但是呢在海外的部分 外媒则是更加关注习近平未来能否真的走向长期执政 台湾议题终究是美中冲突的重中之重 视讯峰会中究竟两位领导人怎么过招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晤中明确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根据大陆官媒报道 习近平在会议上的用字潜词更犀利 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 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这一趋势十分危险 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以台制华玩火自焚 习近平料重话警告 在台湾议题上两人的确花了比较多篇幅 但拜登的态度是 根据白宫释出的会议纪要 拜登强调美国坚持以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与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一中政策 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拜登总统在会晤中再次重申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明明白宫声明只字未提相关字眼 但大陆官方的解读是拜登不支持台独 白宫方面是这样子解读 白宫自身官员低调的没有正面确认 但其实也没有否认的说 这个立场美方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 白宫透露不挺台独早就不是新论点 学者认为拜登的表态是因为有求于人 拜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就说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话 坦白说拜登在这场的中美峰会当中 所释出的善意是比较多一些 而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 是美国可能在贸易上面 尤其在跟中国想要继续经贸的合作 或者气候变迁的合作上面 希望中国可以愿意跟美国多多的配合 不踩大陆中级红线换取美中关系和缓 恐怕让不少台湾人小小失望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密切友好的 那我双方的互信深厚 而且我们的沟通管道非常的畅通 拜登政府呢 他们也一再多次的重申台湾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 外交部说美国承诺会找机会向我方说明 只是美中紧张局势下台独议题持续发酵 解放军东部战区下辖领导和指挥 无审一事的武装力量 战略方向是太平洋 曾释出防空导弹双发骑射的演习画面 所有动作都被视为针对台湾 大陆一边跟美国谈台湾议题 一边又军事动作频频 而几天前大陆扶下高铁 梅州湾跨海大桥成功合拢 全长14.7公里 将于2023年通车 是大陆第一条跨海高铁 扶桌到厦门行车时间将缩短到一个小时以内 这条高铁被大陆网友认为是为金台高铁做技术验证 大陆网友更放话 2035年就要坐高铁到台湾 大陆想统一台湾的企图始终没有停止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互相举手打招呼 拜登上任以来首场与习近平的正面直球对决 虽然得隔着荧幕相见 但似乎有个热络的开场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 看到老朋友感到很高兴 用老朋友称呼拜登来破冰 殊不知在不久之前 美国这边才说 白宫说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老友 但是竟然面对面了 也得搬出往事拉近距离 强调要坦率还重提过去 就是因为美中的现在闹很僵 这一场会议该从哪着手 双方都有各自的定调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拜登在这场峰会诉求 是要确保美中两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程度 习近平则说要先相互尊重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这番话看得出这次的峰会 其实两位领导人背后都有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压力 而在开放媒体拍摄时 两人好话说尽 看起来有个好的开始 但是魔鬼藏在之后的闭门会谈中 台湾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从双方推派的阵容就不难看出这次对决议题 大陆这一方是一加五位核心高层 习近平以外包括他的心腹丁薛祥 国务院副总理也就是负责美中贸易谈判的刘鹤 还有今年已经两度参加美中外交会谈的杨洁篪 外长王毅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明显是聚焦外交战略和贸易 美国则是一加六位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国安顾问苏利文 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 和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习恩 以及高级总监罗森伯格 明显都是针对印太战略政策 另外还有财政部长叶伦来负责贸易谈判 那结果如何呢 会后白宫声明指出 拜登关注新疆西藏香港人权 台湾议题坚持台湾关系法 以及三公报六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在大陆外交部声明当中 这些敏感字眼通通没有提到 只强调美中之间要以尊重和平等三大原则来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 白宫在第一时间发出的声明还忘了改标题 标题上面写着APAC峰会 之后才赶快改正 专家分析这场会谈是短多长空 短期有助缓和美中对立 长期来看没有太大注意 好不容易克服时差的拜习会 要如何克服美中温差 还有待观察 TDBS新闻总和报道 好今天的全球第一线就要来聚焦 这场美中的视讯峰会 邀请到的是政大的外交学系副教授 黄奎博 黄教授加入现场 教授午安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教授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其实是白宫释出稍微一些直播的内容 目前看起来双方都蛮融洽的 而且彼此发言都认为是 他们是大国 有责任要带领世界向前迈进 这会是美中关系缓和的开始吗 还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外交礼节上的先礼后兵 请教教授 我觉得在这一开始的时候 双方确实都是非常的高来高去 而且他也都用了一些比较 所谓正向的积极的表述 去看待这一次马上要举 就是刚才举行的两人的峰会 刚才从新闻片段也看到 就是习近平称拜登老朋友 但是白宫的发言人在几个小时之前 回应记者的时候 其实他是说拜登没有把习近平看成是老朋友 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那为什么中共在让习近平谈话的开场的时候 还是会提到拜登是个老朋友的 我觉得他的幕僚不会犯这个错 对方如果说这个你不是我老朋友 习近平还要说你是我老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不太像中共平常会谈判的这种 谨慎的作风 所以我的判断是呢 其实双方应该是在会前 已经就某些可能大家都共同关切的议题 达成了至少是初步的协议 那双方其实都是满意的 那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发言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 他的发言不代表他的单位了 所以习近平才会在会中称拜登是老朋友 而且呢共产党称人家是老朋友 中国共产党称人家是老朋友 通常都是表示这一位这个先生或女士呢 对于中共的不管是建国大业 或者是重要的国际大事 都有了正面积极的帮助 所以习近平有老朋友称拜登 我觉得他后面还有一些很深的政治意涵 包括是不是在统战 还有包括是不是希望拉拢拜登 而去反制美国那些对中国大陆 更行鹰派的这些反中势力 我觉得我们在后面都可以继续再观察 是那么教授光是这一句老朋友 就令人玩味 而白宫方面呢 其实发言人刚刚又出来说明 好像似乎在想拉远关系一点 有点避嫌的意味 不过习近平在会议当中开门建商也说 他说愿意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也愿意在气候变迁 还有全球的议题上 美中一起努力 但是其实台湾最为关注的 就是最敏感的台湾议题了 还有人权方面的议题 美中方面他们可能会达成共识吗 还是这是彼此之间谈判的深水区呢 继续请教黄教授 看起来在台湾的问题上 还有在民主人权等等的价值观上面 双方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现在他们能够做的 大概就是只是能够尽量的去减少分歧 然后把这很尖锐的议题呢 在这些关键的场合 特别是可以为未来合作铺路的场合 尽量把它先排除掉 因为譬如说 先讲民主人权这些议题好了 这个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几十年来的问题 不会因为拜登一下当了总统 他跟习近平见面了很多次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双方 在根本政治价值上的歧义就解决了 更不用讲说 其实美国还有内部 还有不少人 他一直紧盯着 包括像香港 新疆 西藏等等的这些议题 他们都觉得说 美国政府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放手 那回到台湾议题的话 当然我们国内非常关切这个问题 那台湾的问题上面 在拜登他上任了 大概十个月左右的期间 看到了拜登其实对于台湾的问题 他的立场也很清楚 就是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然后两岸可以有意义的对话 同时也希望中国大陆 不要用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手段 去压迫台湾 拜登他们讲了很多遍 包括前几天 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们在这个高峰会前的这个电话里面 也是美国是这样的表达的 那中国大陆的立场 其实从川普时代一路过来 也慢慢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也就是他希望说 美国不要对台独放出错误的讯息 美国也不应该让台独认为说 受到美国的支持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他自己定位台独是破坏台海 破坏印太区域的一股逆流 一股负面的力量 所以在这么尖锐的交锋之下 我不觉得在台湾问题有任何的共识 只不过在真正的这个闭门会谈里面 习近平拜登他们怎么谈台湾问题 甚至是不是会轻描淡写的谈过去 因为不要让台湾问题 人权问题变成一种阻碍双方更大规模合作的一个 一个绊脚石 也就是说他们先暂时割下人权议题 暂时割下台湾议题 而把什么气候变迁啊 还有全球能源供应等等等等的问题 能够做多少先谈多少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等事后的他们会议这个记录 或者会议的公报出来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判断 是 刚刚教授也提到 其实台湾问题在美中之间 在彼此正在角力的时候 会被拿作是棋子相互对弈 不过其实接下来呢 外界也很好奇的是 拜登这一次上任之后 在他还没有满一年之前 很快的促成这一次的视讯峰会 也有美国的专家指出说 其实美中双方都有彼此会面的需求 有什么样内部或是外部的原因 促使这次峰会发生呢 教授 我们先看看内部的因素好了 因为拜登他必须要向美国交代说 他是可以跟中国大陆领导人打交道 而且可以从他们手中得到一些东西的美国总统 那至于习近平的话呢 再怎么样 他其实重中之重 就是他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其实双方从内部的交代来讲 其实这个会面对只要不要有太大的争议的话 对他们两人都是加分的 那至于从外部的形式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常常会用国际关系里面提到的 所谓的复合互赖 或者复杂的复赖 大家其实都有相互依赖的地方 譬如说这一次的经贸关税战好 其实美国并没有完全占到贫 还有譬如说像阿富汗的问题 美国突然下发现 怎么这个战的上风变成北京了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知道 就是在高科技战 还有像这个全球的这个 全世界西方国家的这个抱团取暖 这个结盟的关系来讲 中国大陆是远逊于美国的 所以既然大家都有各自的强项跟弱项 所以呢 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的这样僵下去 所以我觉得双方其实我们注意到 他们在今年的2月跟9月 其实分别都通了 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的电话 那这一次只是从电话的会面 变成了视讯面对面的会面 我觉得在在的显示说 双边都有自己 必须仰赖对方去解决的问题 双方的合作也是全世界所乐见 是教授刚刚提到 其实美中之间经贸深度的互赖 可能也促使这一次峰会成型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原因之一 而稍后一点半呢 其实白宫就会出面来汇报 但是除了经贸之外 在区域安全还有两岸关系军售方面 双方会展开讨论吗 而且刚刚教授也有提到 在目前疫情还有经济的议题之前 会不会台湾的议题是被靠后来处理的 那么台湾方面在美中还有两岸关系 我们基本上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来因应呢 继续请教教授 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 就是台湾不要过于乐观 觉得美国跟中国大陆 针对所谓的台湾问题 因为有很大的歧见 所以台湾就可以高枕无忧 靠着美国来帮着台湾制衡中国大陆 因为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 有太多太多的议题要谈 但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呢 目前看起来也确实有它的限度 所以台湾应该要思考的是说怎么样去避险 那避险其实是一个人的本能 是个理性的选择 那台湾之所以要能避险 当然就必须要跟美国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 但是同时也必须要考虑 两岸关系能不能够进一步的稳定 甚至把它恢复到马政府时代的制度化 因为如果我们只抓着美国 而忽略了跟北京的关系 台湾一样是在一个不平衡的情况之下 只会让自己继续深陷在自我的猜疑 或者是高度的不安全感之中 所以我觉得台湾跟美国 除了这个定期的这些政治的往来 官员的往来之外 其实两岸之间的交流 绝对是不可避免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好 谢谢教授 提点这一次在峰会之下 未来两岸的局势应该怎么走 因为美中会谈的结果还没出来 两岸可不可以重启沟通 而且维持和平稳定 对于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谢谢教授加入我们Focus无间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半 我和同事们已经准备出发 大陆央视记者备战 众所关注的拜席视讯峰会 天还没亮就上工 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今天中美元首时评会晤的会场 就在这里 毕竟在美中对立这段时间以来 这是第一个破冰契机 是否真的达标 看大陆外交部怎么说 请问中方如何评价会晤的结果 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这次会晤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1234 大陆所说的1234 并不是在算数 一指的是一个问题 是一中原则 也就是台湾问题 二是两点共识 三项原则指的包含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四指的是中美作为大国义务的 四个优先事项 大陆强调中美关系只能好不能坏 还要建立起沟通框架 防止两国关系脱轨 但是外媒的重点放在 你希望这次的组织会 可以帮助台湾的关系 美方应当遵守 中美间达成的正式双边协议 用行动 取训于中国人民 取训于国际社会 台海局势是否能降温 才是外界关注重心 大陆则重申一中原则 不会退让 在尖锐议题依旧各自表述 其实双方应该是在会前 已经就某些 可能大家都共同关切的议题 达成了至少是初步的协议 双方其实都是满意的 现在他们能够做的 大概就是只是能够尽量的去减少分歧 我觉得一个是谈得非常实 谈得非常深入 反正谈得非常坦诚 同时呢又非常的富有建设性 有实际参与峰会的大陆外交部副部长 协议中场时间接受媒体专访是笑容满面 看起来是对会谈进行很满意 而在大陆这一边光是会谈的时间 选在北京的白天华府的大半夜 就让大陆学者认为占了上风 白宫和北京都对外强调 自己才是会谈里强势的一方 倒是大陆官媒语出惊人 强调美中关系回不去了 有不少人在感慨说中美关系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无所作为 所以中美关系不是要再回到从前 而是要重新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央视记者强调中美未来要重新调整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次美方会前多次释出想要谈的讯号 就代表拜登急了 你看今年已经有两次领导人的通话 相隔了多长时间 七个月 就第二次和第一次通话相隔了七个月 那么接下来马上有一个视频的会面 也就相隔了两个月左右 所以这种频率的增加 还有这说明什么 美国现在遇到了国内外的这种 很多越来越多的困难 它绕不开中国 北京学者认为 拜登国内政策被与大陆的对立制约 而一般民众又是怎么看的 因为打贸易战双方都会受损 另外怎么说呢 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 但是美国也会制约我们 希望两国还是让好的方向发展 就是和台湾的关系吧 肯定是要做出更多的工作的 另外也有大陆网友 对拜登喊出的照规则来不以为然 即便美中未重回正轨铺路 但是北京内部的反美批评声浪 依旧强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第一线来贯注的是拜喜的线上峰会 我们邀请到的是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王宇忠 王老师 老师午安 新华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教授其实这场峰会呢 已经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在稍早12点多已经结束了 不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 其实拜登在会中说了 他不支持台独 而这一次美中会谈 他们有说希望可以在疫情 还有经贸方面双方互助合作 但是敏感你的人权 还有台湾问题会有新共识 那么拜登最新的表态 算是把台湾的问题靠后来讨论吗 请教教授 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确实这一次的高峰会 预期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事实上这种万众瞩目的 拜席高峰会 事实上为什么大家紧张 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中美的紧张关系 不断升温下去 非常有可能造成全世界 被中美双方拖着进入 所谓的新冷战 可是现在这个高峰会 这个正式的登场 代表的是 其实中美双方都不愿意 把这个冲突升高到 所谓的军事的对峙 所以在这场高峰会之前 大家在想说 也许双方之间的讨论 会是比较象征性的意义 大于实际性的意义 所谓的象征性的意义是 先把中美的紧张关系降温 但是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退让 或者是让步或者是讨论 可以后续再来讨论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的消息 看起来如果说真的针对 比较冲突的所谓的台湾议题 拜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就说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话 坦白说 拜登在这场的中美峰会当中 所释出的善意是比较多一些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事实上拜登的政府在上任之后 一直在延续对中的政策 是延续川普时代的对中的政策 是比较强硬的 可是这跟川普时代不太一样的是 川普时代事实上一方面对 抗中或强制的 强硬的对抗中国 可是同时一方面也不忘说 继续跟中国保证 针对台湾的议题 他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甚至在贸易上面 透过贸易代表 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 莱泽 事实上也多次的强调 不会跟台湾签订 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当时是用这样的方式 跟中国大陆表态 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立场是很坚定的 不支持台湾独立 可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事实上针对台湾的议题 不断的希望可以帮助台湾 增加国际的能见度 增加国际舞台的空间 运作的空间 让中国大陆 在接受延续的 所谓的抗中政策的从事 也担心在台湾问题上面 美国的拜登政府 是不是会比过去 更加的超前 而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拜登政府在言辞上面 会比较的力挺台湾 多次的力挺台湾 包括国会 包括行政权 那只有在7月份的时候 由Kirk Campbell 有公开的表示一次 关于不支持台独的主张 现在这次的高峰会上 如果拜登真的做出这样的承诺 事实上做出这样的宣誓 事实上是给北京方面 再一个保证 当然他的目标 是要释出善意 而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 是美国可能在贸易上面 尤其在跟中国想要继续 经贸的合作 或者气候变迁的合作上面 希望中国可以愿意 跟美国多多的配合 我们在这次峰会当中 其实在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参与视讯会议的 这个人物里面 还包括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也代表的 其实对于拜登而言 现在的中美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 要降温下来 其中有一个背后 有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中美的经贸 要继续可以回到常轨的讨论 这个才比较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 当然对台湾而言 我们关注的是 美国会不会给台湾更多的支持 现在看起来拜登政府 如果真的给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承诺 所谓的不支持台湾独立 或许对台湾很多朋友 会有一点点的觉得 好像又往后退一些 可是对于整体国际局势而言 美中的情势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事实上是会降温一些 而国际上面可能也会松一口气 所以其实拜登针对不支持台图这些话 一则一喜 可能美中不会把全世界拖到冷战的地步 但是一则以忧 台湾的位置又要该往哪里摆呢 而刚刚教授的分析 其实看出来说 美国方面释出很大的善意 如果拜登说不支持台图是属实的话 而且先前大陆媒体不断放话说 其实美国更需要这一场峰会的会谈 不晓得说大陆方面 难道就不需要跟美国会谈吗 那大陆又想要从这场会谈当中 获得什么呢 继续请教教授 是毫无疑问的中美双方 都希望在这场会议当中 至少要看起来是赢家 就算不是赢家 绝对不能是输家 那双方谁的压力比较大呢 如果我们从政治体制来说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体 换句话说 美国的拜登总统 他有来自选民的压力 他必须表现出 对中国一方面要强硬 一方面要满足美国的现实利益 也就是经贸要继续能够交流 如果中美双方 因为现在的紧张关系 导致经贸停滞 导致没有办法 拓展所谓的正常的贸易关系 尤其在后COVID时代 当全世界贸易重启之后 美国跟中国之间 没有办法在经贸上面 让美国得继续获利 或者是继续赚到钱 事实上很多的企业主 对于拜登 也会施加不小的压力 所以我们说 从民主政体的角度来说 拜登所要负担的责任 或者是得到来自选民 或者是民间的压力 可能会更大一些 相对于中国的习近平 中国的习近平当然也希望获胜 可是同时 他在刚刚结束的 十九大六中全会之后 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连任 基本上也可以确定 他在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政治体制当中 他的权力是相对稳固的 也就是他在中国内部 也许会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挑战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对外关系 上面有扣分或减分 造成他内部权力的不稳定 换言之 中美双方这场高峰会 他确确实实让拜登 会更想要在这个上面得分 要得分就必须要做出 相对应的让步 否则的话 他很难面对国内 所谓来自民意的压力 甚至如何来回应 对共和党的这个 对中国政策的施压 共和党一直希望 拜登可以更强悍 可是拜登如果真的 采取比较强悍的态度 坦白说又没有办法走得 比共和党更远一些 原因是因为拜登 目前现在是执政党 坦白说共和党就算变成 共和党变成执政党之后 他们的对中政策 回顾过去川普时代 你也可以发现 共和党在执政的时候 也不像在在野的时候 这么的强悍 所以拜登所占的位置变成是 必须在中美关系上面 必须有稳定的成长 而不能够是非常冲动式的 挑起所谓的中美的对抗 这也凸显了这一次的峰会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解读说 中美双方 中国好像在谈判桌上 筹码跟空间稍微大一点 而拜登好像压力稍微更多一些 全球都在找的大陆网球女将 彭帅竟然现身了 而这段影片来自大陆官媒 环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的推特 还特别著名 彭帅是周日早上出席公开活动 试图一扫外界疑虑 胡锡进其实在周六 已经放出两段彭帅私下 和朋友聚餐的画面 但对网友而言 是越看越毛 因为彭帅从头到尾 都微笑以对不说话 正段对话也刻意强调时间点 第二段是彭帅走进餐厅的 静音画面 门上写着11月 但没日期 人也从头到脚 包紧紧 根本无法辨认 是不是真的彭帅 网友批评 根本是越描越黑 并质疑 为何大陆媒体狂发声 而相关影片 都是海外才看得到 微博却依旧空白一片 不只现任球王 乔科维奇 前球王英国的莫瑞 也推文关切 贴上询问标签 彭帅在哪 还有费德勒 纳达尔 小威廉斯 与大阪直美 球王球后都在声援 温布顿锦标赛主办方 也发声名利挺 而成绩多天的国际奥委会 终于发声 但只表示 非常关心此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的网球女将 彭帅 前一阵子 是受到媒体 相当热烈的关注 最主要就是在 在11月初的时候 自己的微博上面 也发了长文 控诉中国大陆的前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涉嫌利用权势性侵她 不过很快的时间 她的文章就被吓掉了 甚至她个人的微博也消失 相关的讯息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面 是没有办法搜寻 因为都遭到封锁了 所以整个彭帅不见了 这很多人非常担心她的安危 甚至世界女网也发声援 希望能够让彭帅 自己来出面 面对这件事情 希望中国大陆 给一些民主的方式 但问题就在 这个延烧了一阵子之后 18号的凌晨 中国大陆的环球电视网 她发了一封英文的公开信 是用截图的 那说这就是彭帅所讲的 那我们翻成中文 就讲说这个近期 世界女网发布的消息 彭帅说她都不是经本人确认核实 包括她被性侵的指控 都是不真实的 那她报平安说 她没有失踪 也没有不安全 但这个信件 很多人看了觉得疑点蛮多的 甚至连世界女网的主席 Simon都认为 这很难相信是彭帅亲自写的 确实这个网友也在找疑点 像他们是柯南看到说 这个信件好像没有证据说 可以表明是本人所写 甚至私人的通信 为何会落入到 中国大陆的官媒手中 那中国大陆要让她出来讲话 就干脆露脸就好了嘛 那文中还发现出现了像游标 这是不是在word里面 先打好之后 再这个截图下来的呢 那甚至之前 彭帅明明就讲自己有被性侵 那在这一本里面 也没有讲到 她为什么要发控诉的文章 所以逐多一点 让大家认为说 彭帅到底是生还是死呢 所以全世界都有满满的疑问 但是中国的环球电视网 发布了这封公开信 反而让大家觉得 欲盖弥障 班习会才落幕没多久 中美又要因为这件事隔空交火 拜登一脸严肃 正式考虑对北京冬奥展开外交抵制 这是因为美国认为 中国大陆在人权问题上 劣迹斑斑 虽然目前话没殊死 但白宫发言人暗示 美国不会只说不做 而共和党议员 甚至希望拜登下重手 不过冬奥前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的是 到底大陆网球选手彭帅在哪 CNN大篇幅报道彭帅的新闻 因为他从11月2号指控 被前国务院部总理张高丽 性侵后就人间蒸发 这几天不少大咖球星 跳出来关心 日本网球女将大阪直美发文 希望彭帅和家人平安 还附上关键字 彭帅在哪 美国退役球星艾福特 则提及14岁起认识彭帅 还有前球后小威也呼吁调查 18号大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赵立坚却拒绝回应彭帅的问题 彭帅两个字成了敏感词 CNN报道相关新闻还被大陆直接断讯 只是同天大陆官媒CGTN又PO出一篇 自称是彭帅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的信件 上头又说没被性侵 也没有失踪 只是在家休息 但WTA怀疑这封信 因为根本没办法联络上彭帅本人 彭帅事件让WTA说重话扬言不惜撤出中国市场 取消2022年10场赛事 以及直到2028年的WTA决赛 因为拿商业利益 绑架体育或人权都是错的 国际体坛检讨生四起运动话刊记者写 问问苹果问问Nike问问NBA就知道 和中国做生意问题有多大 更别提有NBA球星 只因为批判中国就惹上麻烦 中国大陆从里纳夺下发网冠军以来 就让球团看见市场潜力 但像彭帅这样的世界明显踩中红线 连国际网球总会ITF都打破承诺 表示球员安全是优先事项 但北京除了人权受批评 冬季奥运还面临新冠肺炎挑战 不遵守这个防疫手册规定的 可能会面临着警告 临时和永久撤销注册资格 尽管大陆放话不遵守防疫将被逐出比赛 但这之前恐怕先遭到国际抵制 冬季奥运未登场已经出现种种阻碍 TV夜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网球女将彭帅 自曝遭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 已经超过两周下落不明 而大陆官媒CGTN面对各界质问 17号刊登声称是彭帅亲笔电邮后 19号又在推特带po三张 彭帅发在微信朋友圈的近照 只见彭帅开心和爱猫自拍 又和熊猫玩偶贴贴脸 加上彭帅大冬天的还穿短袖短裤 背后的小熊维尼合照 也可能在暗示自己遭官方施压 此外他手中的熊猫是国保 又和大陆国家政治安全保卫 简称国保部门同音 让网友眉头一皱 表示事情不单纯 而不止网谈选手都呼吁北京 交代彭帅下落 除了劲敌美国 联合国也站出来 罕见直接点名大陆高层给交代 让纽约时报直言 CGTN根本是提优救火 加上WTA一经放话要撤出大陆业务 似乎也显示人民币对全球体坛影响力 正渐渐降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官媒突然转发网球名将彭帅 说自己没失踪的电邮 但国际社会对彭帅的安危 越来越游行 网谈求新接力声援彭帅 因为这封大陆官媒曝光的电邮 更像是欲盖弥彰 纽约时报报道 大陆企图淡化 反而引爆网谈怒火 CNN在报道彭帅相关新闻时 在大陆播出惨遭断讯 雷普利说不论同志或少数族裔权力 谈论这类争议话题下场都一样 大陆外交部记者会面对外媒询问 依旧三间齐口 还有关于彭帅的问题吗 请你们一并提问 我的答案很简单 这不是外交问题 我也不掌握 你提到的有关情况 国家机器全网封杀 彭帅持续被消失 至于他则已经被关入黑牢 因为独自深入武汉采访新冠病毒起源 才刚货班无国界记者奖的张展 被当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判处四年徒刑 在狱中绝食抗疫后 体重剩不到40公斤 还装了鼻胃管 命悬一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